王老师带往前走一下 四老师你看这个大叶子的 您的眼神还是很好的 这大叶子的是不是地黄啊 你还挺厉害 一看就看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中药 地黄 它的叶子也非常大 叶子也非常漂亮是吧 它的根茎呢 入药是金黄色的挖出来 鲜地黄是金黄色的 老师 是不是因为它入药的部分 是在黄色的 所以有成黄色 所以叫它地黄吗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它的颜色金黄色 咱说到了 就是长在这个土地里面 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 长在土地里的黄色的物种多了 比如说番薯地瓜土豆 它也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地黄呢 在神农本草经里面描述 它也叫地隋 就是骨隋的隋 金隋啊 对 它能吸收大地的精华 知道为什么叫生地吗 就是这块地 如果种植了地黄之后 一般五年到十年之内 是不许再种的 如果种植它就不长 就是它吸收土地的营养 特别的迅速 还有叫黄地的黄 那些地黄 就是地里面的 老大 其实地黄 在中药里面 用量特别大 是吧 龙老师 如果现在刨出来 这是先地黄 对先地黄 把它晾干了 就是生地 对 那么经过刨制以后啊 就是熟地 这个刨制需要久蒸久晒 它主要呢 有滋肾阴 养干血 这么一个作用 大家知道 有一个著名的方级六位地黄吗 这就是主要成分 对 地黄的量是最大的 对对对 那为什么叫它久蒸久晒呢 久蒸久晒呢 其实是重要炮制的一种方法 蒸是一种 底下放着水 上面放着笼屉 是用水来蒸 还有就是晒 就是用太阳来晒 大家想用水蒸 就是跟水气相关 对吧 这样晾晒呢 又是和阳气有关 因为这个偏两性的 它有凉血的作用 对对 那么通过久蒸久晒之后呢 它的一些偏性就去了 同时增加它的这个滋补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它是滋阴的 那么我们通过晒呢 大家知道太阳是属阳 我们叫阴中求阳 增加它的阴中之阳 同时这个酒啊 就是中国古代一个传统啊 酒是阳术里面的最大的阳术 所以也是增强它的阴中之阳 同时增强它的补肾作用 对对对对对 刚才乐鹏老师讲的这个生地熟地 还有我们仙地黄 这三种地黄的分类 大家都很清楚了 这个我们现在就挖一棵 让大家看一下什么是仙地黄 它这个野生的呀 这个环境比较艰苦 所以它的根茎不会太大 它喜欢松软的土壤 为什么说是河南的地黄最好 它们处在黄河边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了 就是它这个很嫩的 但是很金黄色的 它是看出来的 对对对对 这就是地黄的小时候的样子 这个地黄的根 刚才乐鹏老师讲到了 六味地黄丸的主料 现在的配料是用的熟地黄 它是军药 和它搭配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药 还有山药 山鱼肉 对对对 正好乐鹏老师提到了 咱们看一下 这个旁边就一株小山药 它是一个爬藤的植物 在产地的话 它能爬到一米多 两米多高 这一棵呢 咱尽量能挖出一个 野生山药的这个根茎来 这个有点小难度 因为它石头特别多 不是很好弄 给我演示变 还是看得清楚的 野生的山药 对这个也是个小朋友山药 对 它不像我们市场买的那么 那么长那么大 那种像河南铁棍山药 对对对 山药的功效可就多了 山药乳肺脾肾三斤 你看这个山药很有意思 它长地下 一般地下块金的这种药物 植物很多都是补脾的 因为脾熟土 还有就是山药 它本身有补肾的作用 还不上火 非常好 这个清代的张西传 特别爱用山药 有一位这个邦记 就是就山药一味药 然后他和刚才看的这个帝皇 经常搭配在一起 还用于滋阴 然后胡肾 就像六位帝皇丸 对一般我们普遍老百姓认为物以稀为贵 那么野生的这种植物 还认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更高 这个也有一定道理 古人认为野生的这种植物 药物受天地日月之精华 所以它的这个药效更好 当然我觉得不管是野生的还是种植的 那么让它发挥更好的疗效 关键还是坚持服用 这种植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